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你寫這一本書 叫《用頭戴背起一座山》 你想一想看看 因為可能你年輕的時候 按照我們現在很多原住民年輕人的經驗 大概對部落的文化 或者是對過去的生活 能夠了解的人不多 我在猜你後來寫這樣的書 那個頭戴是布農族登山的人 最重要的配備 背一座山顯示 本來布農族是我們中央山脈 從中部一直到南部到東部 這個延展性最大的部落 對 什麼樣的一個經驗 讓你回過頭來追索 你自己的文化 然後後來能夠寫出這樣的書 先談談你這個回歸 或者是認同自己文化的簡單的過程 其實在我的生命歷程裡面 算是交接的一個年代 就是我可能跟長輩還有學習到傳統的知識 然後再轉成主流教育的體系的那種很尷尬的 對 所以我還會有一些用頭戴背起的一些沉重的那種種物的生活經驗 像小時候會跟著爸爸媽媽去田裡用頭戴背玉米 然後要背回家裡這樣子 然後所以頭戴其實在我的生活裡面 其實會知道這個物品 然後我們的部落有一個老人家他也會編這個頭戴 因為現在的頭戴都是用打包袋 就是塑膠的 可是我們老人家是用藤編去做 然後我那時候就會想說 他其實是一個背很重的重物 然後他從背的東西就建立了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部落 我們用背 然後就把小朋友背在身上 把農作物背在身上 其實把生活也背起來這樣子 就談談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一些可能有就特別讓你印象深刻的東西 其實印象深刻的就是回到青古道的現場 當你踏在那個時階上的時候 那個時階已經歷經百年這樣子 然後你在看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清朝的人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花了多少的心力 可是你會開始去思考說 真的他們為什麼那麼可以輕易的 進入到這個領域裡面 然後當時有沒有領路人 有沒有族人高山寫作去寫著這樣子 然後這這麼多的建設 族人怎麼去面對 然後其實這些東西 你是無法在文獻裡面去看得到 然後在當下的時候 你會開始有很多的問題去 在腦海裡面轉這樣子 然後所以 你就要開始說 當時我們的族人的 立場在哪裡 我們怎麼去面對 不一樣的族群的進入這樣子 然後 我們未來是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 從這個點然後去開始思考 挑副這件事情 然後挑副常常給人家的印象是 比較低下的 然後他吃純粹杯而已 可是在護農族的觀念裡面 走在最前面的那個人 他其實是知識最豐富 最豐富的 因為他要帶領一群人 而且他要去面對 林縣或是西谷這樣子 所以很多的那個挑副 他帶領了族人進去之後 帶了很多清朝的人進去之後 然後開始有跟不一樣的文化 文明接觸這樣子 然後族人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到那個現場 會給你很多不一樣的感動這樣 或是一種想像 然後再是那個日本的紀念碑 也是給我一個很大的衝擊這樣子 因為一般巴通關越嶺古道 它有很多的那個紀念碑 可是當一般人去介紹這些紀念碑的時候 都會講解說 這是布農族跟日本人的戰爭 然後裡面是日本人的司機 所以感覺好像我們是去破壞那個日本人 讓他們死在這裡這樣子 然後又很多的那種 以那種殖民的觀點去看這件事情 然後包含我們自己的年輕人寫作 可能也會因為這樣子去受影響 受影響 像巴通關古道有一個三寸射速炮 一個俄羅斯跟日本打戰 就是日本人打贏之後 擄獲了一台大炮之後 然後放在那裡 然後可能有的比較年輕的族人 然後日本人去看這裡的時候就會想說 日本人好可憐喔 在這裡那麼寂寞 還要面對那個 族人 幸好有這個大炮 大炮 然後你就會有點 感覺好像錯亂了這樣子 然後他沒有想到的是 他為什麼會有大炮在這裡 因為是他們要侵入這個 占領這塊獨地 然後族人為什麼要去襲擊 日本人他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去襲擊 而是他有他的歷史脈絡在裡面 所以我想要去透過書寫這件事情 然後去讓自己的年輕人 或是自己的族人也認識到說 我們在面對歷史的時候 應該要有我們自己的觀點 或是是想法 然後所以我才會從清朝寫到日誌 然後他最重要的連接點 其實就是頭戴 因為頭戴 我們自己族人用頭戴建立我們的家園 就是背小孩 背食物 然後背獵物 然後到了清朝日誌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頭戴幫他們蓋路 蓋橋 蓋學校 然後所以頭戴這個意涵就很重要 就是它其實連接了整個歷史的脈絡裡面 然後最後就連接到絲綁物的重建 我們希望我們的族人 用頭戴重新回到 我們祖先曾經用頭戴 建立自己家園的那種想像這樣子 讓頭戴整個回到我們祖先的 主體的一種力量這樣子 用頭戴去串聯 這個可能又在消失 但是又在連結現代性的一些經驗 你剛才提到 後來也在做 用頭戴的方式 來去想要去恢復我們的石板屋 因為我看你的書裡面 關於石板屋的重建恢復 這個好像也有一段小故事 對 那你自己寫完這本書 之後有什麼 還有什麼寫錯的計畫 或者是因為你現在已經不小心是文學家了 現在也是我們很重要的文學資產 你自己在文學創作跟文學 你自己的文學觀 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談一談嗎 或者是講來 隨便講講 在我的想像裡面 高三寫作 他不單單只是用來賺錢的 然後現在很多的那個 對於高三寫作 好像只要把它 就是薪資弄好 健康弄好 然後有固定的薪水 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除了讓高三寫作 有經濟的來源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怎麼透過這個高三寫作的人 然後去管理傳統的禮儀牢 然後它可以提升整個族群 或是我們在地的 地位或是我們擁有這個 山林的掌控權或是管理權這樣子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 經濟的來源 而是我們對這塊土地的使用 或是大自然的一個永續性這樣子 好 所以其實在我的文學裡面 我有點是邊做邊學 然後在做的過程之中 慢慢的提供我一些書學的養分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本書的那種 還沒有完成的感覺 我還是繼續跟著高三寫作 一起去工作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然後所以對我的未來的文學 我會繼續在報導文學的書學上 然後在我自己的想像裡面 其實會想要繼續把 書中的一些高三寫作的人物 寫得更立體一點 因為在這本書裡面 比較著重在歷史跟文化這一塊 然後主題性的展現 那高三寫作的故事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 然後讓人家更知道高三寫作 目前的一些狀況 祝福你啦 好 謝謝 希望你這個將來 你一直寫的東西 你要想一想 一方面寫布農族 二方面你要知道說 它背後事實上是 在為所有屬於山的文化的人 在講話這樣